我剛才其實有一個名字聽不懂 剛才有一位朋友說搖側是不是 能不能解釋一下搖側是什麼 我就在比較遠的距離就翻車 我們公司大已經是用 現在比較流行那種視學的 視學歷的那種飛機然後再看一種空台 那如果我們可以做到密側的按摩會 ok 這樣子大家都聽得懂了嗎 ok 好 我們的一個進行就是說 待會會請到停教團兩位朋友來分享 然後分享到一個段落之後 我們後面會留一些就是大家考慮的時間 在他們講分享的過程當中 如果他們講什麼你聽不懂的話 可以一個手勢就抓好這樣 如果非常聽不懂就兩隻手抓好 然後那個講者看到這個手勢的時候 他就試圖來用白話一點的方式來解釋 他剛才講他們聽不懂的東西 然後你們又不至於打斷他的 他的一個講的內容 然後待會就到一個段落結束之後 我希望大家可以針對自己今天聽到了 或是對這個議題 一些想法或是感想 可以有一些我們可以有一些互動 然後可以丟出來 有一些什麼問題或想法 我們可以丟出來大家可以討論 其實我先補充一下 因為我本身我是台灣農村政行的成員 然後我自己本身是入港市郊的一個農村長大的 農村長大的 所以我對農村有一定的一個連結 然後跟一些想法 然後我對我本身我們彰化那一代的 就是農地的一個整個那種變化 其實感受比較深刻 但是我台中這邊比較不了解 然後簡單的講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 微塵工廠這件事情 就農地上就沒有 農地沒有農用 然後就變成拿來變成蓋工廠這件事情 對其實是整個我們現代化的一個過程當中 就是台灣的一個農地 就除了說 重工廠然後就都市的擴張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說 大型的一個開發案 然後都市計劃這樣的一個關係 對 都會造成農地的一個擴展 就流逝這樣子 那農地面臨到一些什麼問題呢 你如果是工廠的話 就是說它本身它是一個微塵工廠 你要在一個合法的一個化 就是那種那種那種 比如說是一個專業的工業區的話 設置之下 然後它屬立一個工廠 會產生什麼問題 就第一點 它除了佔用農地之外 它還有可能會產生一些污染的問題 就是說它的一些 一些廢水 一些它這些 沒有經過特別的一個規劃 然後它排放進去 我們整個在農地 農業區裡面 它的一個灌溉系統 跟一個排水系統 然後如果它沒有分開的時候 進去 其實它很容易 就造成我們整個 農地的污染 所以我們在中部 包括我們台中 其實在大嶺那一邊 其實前兩年又有一區 就是那種農地污染 然後就被那個整個管制 然後就禁重 然後就是那一種 現在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然後在 在一起我們台灣 就是農地受污染 通常都在跟我們的微塵工廠 這個林立 對有非常大的關係 然後最嚴重的其實就是 桃園跟彰化 這兩個線 這兩個線是我們現在 台灣就是那種農地受污染 面積最大的兩個線 對 然後另外 再來就是說 整個農地就是說 在2000年 2000年就農發條例 就是那個修法之後 然後它開放了 就不再限制 就需要是 就具備農民身份 然後就可以 等於說你只要是一般的 自然的 你都可以 擁有後買農地這樣的一個資格 以前是有現身份的 然後這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其實就加劇了 加劇了就整個農地的一個自由 自由買賣跟那個炒作的那個部分 是有很大的原因 這2000年 農發條例通過之後 然後大家也都知道 就 就 2月份的時候 就是為了 因為就 血水通了之後 然後那一種農舍 就是那一種 一大堆都市人 去買農地 蓋農舍這個現象 然後也炒得 沸沸雅眼 然後農舍 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 就是那種蠶食 我們造成的農地流失的一個原因之一 那土地炒作 農地炒作 就是說在台灣已經是一個多 造成一個多嚴重的一個現象呢 其實我們台灣現在目前的平均農地 其實 大家會講說我們台灣都是讓小規模 那種小規模的農業 我之前看過一段資料 台灣的一個平均農地的一個地價 其實是比美國 貴了差不多一百倍 對 等於說你在台灣 如果你是一個小農舖 你有一公頃的話 你在美國 你可以 平均起來 你可以買到一百公頃的一個農舖 對 我們比起歐洲跟我們東亞 就包括東北亞 就說日本跟韓國這個部分 我們的農地的價錢 都是多他們好錢 對 多他們好錢 那農地的一個價錢 在炒作到那麼高的狀況底下 那你務農這件事情 你要取得農地 這個成本那麼高的狀況底下 就會產生對於 物農這件事情的成本很高 而且能力增加 這是一個對於物農 然後農地現在的一個 炒作的現象 這是目前的狀況 我先做一點資料 然後我簡單舉個例子 就是說這種農地的一個炒作 已經誇張到什麼程度了 比如說在 我舉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宜蘭那一邊 宜蘭那一邊 宜蘭那一邊就是那一邊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農夫 他成立了一個股東區 的股調料先生 他現在目前跟 跟所有的一個面積 超在五點多公頃 五點多公頃 然後以他們那一邊 現在的一個行情來講 換算起來 他一分地 一分地 一分地差不多四五百萬 換算起來 他那五點多公頃 就是說 就是說他覺得 就他工作 然後一個農 一個家庭農場 一個 算是最四規模 他覺得就是 家裡的兩個勞動力 然後來工作上的面積 做友善工作 然後收入還OK的狀況 整個農地 目前那 他們那邊的市價 換算起來 差不多兩億多 五點多公頃 然後你要一個家庭農場 然後適合耕作的一個面積 然後再加上 加上就收入 就是來維持一個 家庭農部的一個 經濟收入還算不錯 可以的一個狀況 而他的一個農地的成分 居然是要兩三年 回過頭 就是我們中部呢 我們入港那一邊 其實價錢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一分地也是差不多在四百萬左右 也是差不多四百萬重 只是說他們 那樣炒作的那種標的 跟要使用的那種方向 對 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 我話不多說 我只是說 稍微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就是 關於台灣的那個農地的一些現象 然後趕快還是把時間先交給 可能要不然也會有 我們首先先請維庭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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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哪個 那你要非常大聲喔 先住 你要非常大聲 你要非常大聲 對 要一聲 對 對 因為維庭齁 然後維庭她比較少有做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所以她其實現在非常緊張 我們先給她一個熱烈的掌聲 就是 我希望這裡是一個討論空間 對 然後 我們是 層次八整天要團 然後 可以嗎 可以 好 然後 這個熱烈是我在神鋼 我是神鋼人 那那邊一樣跟大雅 大理 什麼 鹿港什麼地方 一樣都是有 呃 農田上面種田皮的 那個 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現象跟驅邪 那 我在那邊有感的話 拍了兩個照片這樣 那 我也想要先說明一下就是 紀錄鐵要團 她不用任何的背景 只要可以湊出十分之外 就是跟大家一起走一走 因為其實 他們會出很多資料 沒錯 很多其實我也看不懂 對 所以就是實地踏查去看 那邊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樣 好 那其實今天本來是要找 我們 其實 自己就會去踏查 自己上個自己會過來 他們 因為他們 不是有事就是一些 就是害羞存活的農民 那種 啊我沒低調啦 這樣子 就是他們也常常受到一些威脅 所以就沒有過來 然後 就有我 就位小胖 可以跟上來說 跟大家講一下自己的情況 是怎麼樣 對 那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比較 小胖一點 那等一下就是 起小胖兩側 一點的東西這樣 那 主要會小胖來的 我講是因為去 就是大家都是被這個主題 吸引過來的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 藉由此 讓一些人 就是跟我一起 去看看這些違建工廠 跟農田的狀況 對 好 按這個 按這個 耶 要不少來 左右 右邊 然後按 往右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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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好 那我先大致講一下 就是 呃 天亮堂去年 有開一個區域計畫 草案的讀書會 對 那讀完之後 我們發現 我只想這個版本的草案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 我們就針對這些問題 就這些問題我們就分了四個小組 然後分別是城鄉發展 跟條文結構審查 還有資金區域產業園區 還有農地總約與威聯工廠 是說我們現在住的小組 那對其他小組有興趣也可以 就是跟現場聽到談的朋友說 對 因為現在這個小組人好像都在 嗯 那 那就是 對 那林佳榮他上任了 所以他草案就是也會再重新更新 那大概可能是六月那時候出來 那我們是希望 就有實地踏起來去看看 跟草案的落差 程度大概是什麼 然後我們可以出一個 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你出一個明天版的草案出來 對 好 所以有興趣可以 對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我剛說我是神剛那邊的 那那邊有很多威電工廠 然後這個是他們是就會貼的那個鋪條 就其實這一條是農路 那大家有沒有聽過就是神剛是前路要拓寬這件事情 其實他跟威電工廠是非常非常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 為什麼這裡會有大卡車 就是因為附近的威電工廠 跟附近有一個叫做豐州工業園區 對 那他們就是懶得繞遠路 所以他們就開這條路 可是其實這條是農路是進行大卡車 那這大卡車就是 就是造成農民他們 他們有一些困擾 那 就是威電工廠造成的汙染就是 就是大家應該 有超多 指導一些這樣 那 我想要這件事情強調的一件事情是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威電工廠這件事情 那我那邊有一個朋友 那他那邊是 他們家是重田的 可是他在威電工廠的工作 就是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矛盾 就是他們家是重田 可是 就是他在威電工廠會汙染 可是他還是在 有一個網公廠 因為他們重田沒有辦法 重出 就是他沒有辦法 生存 那我就問他說 那在 他就會 就我去找他聊天 他就有說 喔 附近就是上市科P 就說要拆違建 然後就說 有一個違建 他在那邊笑說有一個違建 就是剛蓋起來 然後就被拆掉了 然後他們的公司 就是已經好幾年都沒有被拆 然後他每天都在等著被舉報 然後我就說要被舉報怎麼辦 他說 喔 這再換另外一個公司 對 那 所以我 就從 看完讀書 就是讀書會 我們這個 這個小組有開過一次讀書會這樣 然後看完之後也覺得 就是違建坑真的 真的 就是 他其實並 並不是 說猜就能猜 對 那 因為 台中縣未登記公款 其實有超過6500 假的你看到他是台中縣 所以這其實是很久不見的資料 現在一定有更多了 對 那他有70%以上都位於在 都市計畫農業區 跟非都市土地農務用的地方 那他有把 他的資料上有把 工廠位於每個區域的數據都列出來 那我把它排列起來 發現就是 工廠在農業區 再來就是在住宅區 第三個才是在工業區 那其實開工業區到底是怎麼做的 對 就是 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對 那 就是 這個趨勢 他 就是造成了一些壓迫 所以我 造成農民上 農業上的壓迫 那我會覺得就是 看不會就是以制度上的調整 來做出一些 那 那 他還有一個就是 這些地方 神鋼 對 太平公式 他這些等等地方 他有開闢 工業區沒錯 可是他開闢率都不到五成 那 我記得一月底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新聞 就是我們神鋼那邊的議員 叫做羅永生 對 他那時候他有提一個案件 他就說 啊 神鋼跟清水啊 這邊漢地啊 種植不易 所以要在 因為地方需求要在 開工業區 就是 附近 工作工業區 他的開闢率都已經 不到五成 他還要在開工業區 所以 就是 會讓我們覺得就是 這會不會就是 炒地皮的另外一種方式 對 好 我看一下 那 那 會想要炒地皮 這件事 對不起我看小草 會想要炒地皮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有去 拜訪 那個 呃 文山 文山是救會 那 他那邊是要 他那邊是要開工業區 對 那 那邊就有發現就是這個 他跟我說 這據 這就會 那個會長跟我們說的 他說 台中的那個工業區 是 一期二期跟三期 那其實開到文山 那其實算是第四期 那他說 第四期不好聽 所以改成叫做 文山工業區 那那邊 其實原本是要開在 東海大學那邊 那可是那邊 有一些人在抗議 所以就 轉到開在文山 那 他說那邊 他開這個目的 是要讓台中市 有一些電鎖工廠 可以就是 轉移到 那邊 對 那 他說 他就跟我們說 就是一期 就是一期 綠綠的是 田 那 咖啡是不是工業區 這樣 就是 他那邊其實 一大塊都是台糖的地 那其中間有一些小地主 那 台糖就是 配合政府 徵收 然後就是 移價就是賣 這樣 那小地主抗爭 然後沒有 沒有什麼用 就移到 就是 最後就是開成工業區 那工業區 他其實裡面也有就是 就是先搶先贏的概念 就是 搶到地的 就是 就是賺錢 那 大家就是 透過財環 跟 一些廠商 他跟 鎮商 就像 地方就是有一些管道 他可能搶到這裡的地了 可是 就算是小地主 他搶到地 他也未必會 在工業區裡蓋 工廠 因為 在工業區裡蓋工廠的成本 實在是太高了 因為他在這邊 賣一塊地 他出去外面農物 他可以蓋四個 就是 他賣 從裡面賣一塊 他可以去外面買四個 所以這其實算是一種 就是 去 去一次吧 然後就這樣 外面買四個 然後 就是一直這樣無限的循環 對 然後 就是 我們那時候有問 文三 工業區 他們那邊的 重劃的公司 叫做 那邊的準備是要 就是因為他要把 他那邊要開24坪的 甲種工業區 那 他是重不然的東西 所以他們 他們的訴求是回到 同業 就是回歸同業 那 這個 就是他們 24 20是公頃 20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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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 那他們 就是 他們的那個公司啊 就是有童話公司 這個字 這個字就會是這樣我說 就是說 大陸商品 上是 有風 然後下面是富有 然後一個從下往上開發 一個從上往下開發 就是要奔進合集 草地 對 那富有 就是 這個名詞就是在 我們去 拜訪大禮那邊 一個 是 就會 他那邊 也是富有這個 重化公司 那 他們這兩邊 都有遇到的是 重化公司 會派那個 帥哥美女啊 去拉攏的人 一些時候 欸我們來重化啊 這樣 然後就是 鎮頭啊 普渡的時候 這些帥哥美女 就拿一些飲料 回去收買人機 然後他們都說 買啊 Y0 這樣 就是 他們都有遇到這些狀況 然後 然後 欸 對 那我 我剛剛 就是在咖啡店 想今天要講什麼時候 就是 我跟朋友說到這件事情 然後他跟我說 他有朋友在工業區裡 那 他們 他已經 他已經在工業區裡 可是他成本來靠 他要再 蓋到下一個地方 可是他不想再蓋工業區 就是 他明明有工業區的地 可是他 工業區的地就 保留著 租給別人 或是草土地 那 他往大陸發展 就是大陸的地 成本比較低 然後地又大 那 因為大陸現在又開始請抓 逃漏稅 所以他們 就不去大陸 要改往東南亞發展 對 所以其實他是一直 就是往外擴的情況 那 就是 就是我們 從剛剛這樣聽起來 就可以知道 就是因為 為什麼會有違建工廠 就是因為工業區裡面 成本太高 然後 所以 農地便宜 所以大家就在農地上 蓋工廠 對 那 政府遇到 這個問題呢 他的方式就是 就是 不然就是猜 而我剛剛說過 因為 違建工廠實在太多了 所以 就是 裡面已經形成一個 地方的產業跟供應鏈 所以你也不能說 就是說猜就猜 所以 就是 欸 所以他們就 開始說 齁 那我們讓 違建工廠 合法化 對 那這合法化就是 我自己是覺得很奇怪 就是 一旦違法的事情 發生很多 辦法合法化嗎 對 就是 問號 那他 我還是去查了一下 他是怎麼 輔導他們合法化的 就是 其實大家可以在那個 經紀錄中部辦公室的那個 網上才看到 那其實裡面有很多很多很多 條例 那 也有很多可以考慮的地方 但我覺得他的實施度 其實是不高的 因為 其中一點就是 光 你光抽裡面 時鐘一點 你就會覺得這就只是個報告書 他根本不可惜 就是 他農地 0.5以下 0.5公斤以下的 他沒有辦法變更地步 然後他又有一些條件 例如說 他說不能破壞農路 那還有 污水要處理 那其實這就是 一般工廠他們 沒辦法處理的東西 對 他們沒辦法花這麼多成本 去 你不能說他們沒有 沒有 投機心態 因為其實 一定有 對 可是 當大家都這樣選擇的時候 就是 就是 我會覺得是 制度 看可不可以調整 就是讓他衝擊到那麼大這樣 那 欸 像 我剛剛說的 就是關於污染問題 就是 大理製救會的那個會長 他是水利工程的 水利會 水利會 農田水利會 農田水利會 對 他是大理農田水利會的 他是 也是模範裏面 然後他就有去問那個 台中市都發局員副局長 他就說這個重工業的污染水是誰的責任 然後那個都發局局長他就講出出話來 因為其實他說 他就回答他 他就回答他 他說 這個污染泡泡是政府的責任 因為是政府要蓋工業區 是政府沒有積極去查這件事情 他說政府應該要積極去查 不是讓農民 就是冒著風險去檢舉 然後他有時候要說 這樣叫我 我也不能帶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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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拚死 要怎樣 他居然說 十五三塊 你就知道其實他們是受過很多地方威脅 對 然後他說 就是碰碰啊 對 就是威脅 被打之類的吧 對 然後 對 然後他說 他說 他們有去檢舉 但他們都是趁 通常都趁下雨 還有禮拜五晚上 排放 那為什麼是禮拜五 因為禮拜五他們就打掉過去 喔 沒人接到下班了 然後禮拜一就打掉去 欸 那邊有排放不適 然後就哄哄哄哄去查 不啊 不啊 對 所以他們就永遠都查不到 但是他們驚奇度問題 那也有可能是 欸 裡面的人力不足 或者是 就是 其實這 這 這 後面應該也有很多問題啊 對 就是 那我會覺得 那他做出一個合法化的報告書出來 可是 他連污水 查污水都做不到了 那何況就是這麼大體系 要這麼多條件的東西 那 這個東西 他一定是 他要討這個合法化程序 一定是由地方來跑 那 連地方的官員 他其實也沒有這個概念 就是 我們那時候 陳剛去抗議的時候去講 就是說 那些人的地區怎麼都去公中 然後我們跟他說 因為這裡是特地農業區 那些人的地區怎麼都去公中 然後我們跟他說 因為這裡是特地農業區 那些人的地區怎麼都去公中 對 這就是政府的那個 就是他們處理的 一個方式 那所以我會 我會覺得 啊 sorry 對 就我會覺得 欸 那時候大理智就會 他跟我們說一個事情 就是我還蠻想說 他就說 其實工廠都是外地來的 就是 就只要 不要賣一隻地 就不會有工廠 可是 是什麼原因 逼他們賣地 就是 然後 開始 這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地農賣地 然後 違建工廠的人 就 買地 蓋工廠 那 欸 我們第一次去 是去久德 是救會 那久德那邊 他不太有違建工廠的原因 就是 那時候 要來蓋工廠的人 就是聽說 這裡要被證收了 所以我就要蓋 我還是要被拆掉 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這樣就乾脆不蓋 對 那 所以 他工廠也 違建工廠也會遇到 就是被證收的狀況 那 然後 政府呢 就是 證收 證收農田 或者是違建工廠 然後再開發一個工業區 他說 你看你看這麼多違建工廠 就代表就是 我們 我們工廠 工工業區不夠用 可是他蓋了 蓋了工具 他又沒有辦法解決工廠問題 然後又在就是 徵收的過程 引發很多居住正義 或是環境保護 就是大家 新武昌看到的問題 然後 看到工業區 就代表 啊 地主要繼續賣地 所以這就是一個 無限平衡的狀況 對 然後 可是 台灣就是這麼小 然後地區這麼多 好 假設綠色是農田 然後卡片是工業區 然後黃色點墊是住宅 然後大家開始 所以去 進不去 所以我要去外面蓋 然後蓋 然後蓋 然後我們後來 蓋蓋蓋蓋 水龍填也會變小 那最後會變成怎樣 就是大黑潮 對 好 最後一張 這是 某個 環境藝術 國外的一個 一個環境藝術家 他拍的照片 那我 我對這個蠻有感的 對 就是 人在悼念他們 他們 沒有的 就是 越來越小的 綠地這樣 這個 這個藝術家 可以去Google 像我不會念上的 就是我們可以記一下 就是他還有拍很多 很棒的照片 耶 我終於繳完了 然後 叫做 田地 田地上蓋工廠 最 對 最左邊 然後可以 謝謝 謝謝 嗯 好 大家好 然後 我叫吳奇隆 今天要報告的這個題目是 田地上蓋工廠 算是重鐵 然後 這個題目算是我們在 台中城市發展田地上團 在當初去計畫讀完之後 比較想要針對的幾個 大的題目的其中一下 那這個題目 我們比較想要去處理的問題 是在於說 呃 台中現在的確是有大量的違章工廠 可是 因為我是住在 呃 我之前是住在烏日西南 那我是嘉義人 在小學空閉的時候 搬到台中這邊來 那住在烏日西南 一路念到高中 然後大學 持續的在 烏日西南這個地方 那 烏日西南是一個 非常有大量多的 違章工廠的一個區域 所以 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非常困惑的 就是我的所有的 國中同學 的確蠻多數的 都是在 違章工廠裡面工作 那 那 可是 某種程度上又是很矛盾的 就是 對我來說我的選擇 是我希望 然後 我大學進行完之後 我希望成為一個農民 所以現階段 就是我 所以這個 這份PowerPoint做得比較有感 是因為 我從 就是這兩個禮拜 我還在農民學院上課 然後我們自己 目前在 花蓮的副裡有一塊田 然後我本來是想要 今年就回到嘉義 就是跟我表哥一起做的 就是因為我們今年嘉義 陸場這個地方 是全面修根 所以 所以我們就 一直在 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也是 有點像是要全台跑 然後 我簡單稍微說明一下 台中城市辦 填料團 我們主要在做的事情 我們主要分為了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當然是最簡單的 你要不要直接按下一張 讓我講一下 這樣比較順 再按一下 可以再按一下嗎 好 謝謝 那這是我們主要在做的事情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事情就是說 我們每週會有一次的 至少一次的防調 防調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透過 一方面就是帶大家去一些區域 然後跟劇民共同的做一些 拜訪的動作 那這樣的事情 對我來說 就是因為 一般大家在閱讀上的 閱讀資訊上來講 是相對容易的 如果把大家當作是一個知識分子來看的話 那如果閱讀資訊相對容易的時候 我們最常出現的矛盾跟自我的困難 其實常常都是在自我社會規劃的過程 那那老師我們就認識說 每週一次的定期的訪談 然後面對待開發 以及開發中的區域 那這樣的方式 然後同時我們會做一些相關的研究 那今天的研究 比較做 在做論述的成員沒有來 那我們之前是把 全部區域計畫 然後台中區域計畫的草案先讀完 然後 所以我們現在在分幾個小組 再想要把 凝結板的這個部分完成 然後 然後還有一直想要把這塊做好 但是我們就 我自己覺得到現在 我們都還是做得不是很成功 就是我們在社區參與 就是有一些 重化抗爭成功的社區 以及接下來要面對到 重化的社區的一個陪伴 因為的確我們大家的 其實沒有一個半個正直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一直都是比較困難 要怎麼樣讓人 然後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去處理 然後我們會舉辦一些 小型的活動戰 那這是我簡單自己的經歷 那我主要的話就是說 其實我大學畢業之後 一直都會排斥任何關於社群組織 因為我自己不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我是一個很有紀律的人 我比較喜歡做農事 對 所以我基本上來說 就是我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然後在台灣的各地 然後做農地的臨時工 然後想要在這個關係裡面建立 去瞭解在地的農業文化跟在地的一些農業脈絡 跟目前未來的發展 農業的發展狀況 那這是我大概主要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農地總量 那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政治關係 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 從當初的早期李登輝時代 在那個時候腦農立委 他們那個時候就是要求的大家賣農地 他要求農地可以蒙發條例 可以通過可以讓一般的人可以買農地 這樣的一個複雜的到現在的狀況 其實我們從1981年到1991年 這段時間的農地總量是沒有被記錄的 而且是不允許被記錄的 所以讓我們到現在的農地總量 到底是怎樣的狀況 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 到現在要怎樣的計算 其實是對我來說 連研究單位都是一個複雜課題 這個部分的話我要稍微談一下 工業發展的一個階級矛盾 工業發展的階級矛盾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多的違章工廠 早期違章工廠大部分就是一個黑手 想要當老闆的一個夢想 早期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可是在目前的違章工廠 其實因為我們在烏日西南 我們每次只要回家的時候 就會開始繞一下看又多蓋了幾間違章工廠 然後順便跟我們的鄰居 因為我們鄰居是大我兩歲 他是專門在蓋鐵皮工廠的 所以我們就常常會聊天 到底哪裡多蓋了一間電獨工廠 怎麼做到的 原來是一間工廠 再包了另外一間工廠 電獨工廠在裡面 那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課題 就是說到底該怎麼樣的面對 這些明明台灣需要的產業 但是卻沒有辦法 以一個他所存在污染 然後被好好對待的姿態來去處理 然後這些工人 他其實想要創業的過程裡面 其實在這十年來 其實慢慢的其實沒有任何的 黑手是能夠蓋工廠的 這慢慢的十年來 其實是產生這樣的狀況 以前所說的違章工廠 可以成為一個黑手的夢想電視 其實慢慢的在破滅 那第三個特點的話 就是在農業發展 之後我做一個農業的工作 我們大家非常地思考 台中的農地該其他的去處理 最後一個部分我們就是 在處理農工的矛盾 在這個現場 在台中這個區域裡面 的確有大量的違章工廠 以及大量的被違章工廠污染的農地 這是我認為 這是我們最需要在處理的 這四個大課題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我想大家 應該會滿多人都在談的 那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們大概在1981年到1991年 左右的時間的話 其實我們台灣的農地總量 就是我在糧食自給率 跟農地總量的資料上面 其實是缺乏的 而且甚至事實上的時候 是你偵測性的 讓這個數據變得很不清楚 我在做一些資料整理上 其實是非常困難 但是我只是想要說 台灣的糧食自給率 成為了一個農地總量的一個說法 可是以我作為一個農業工作者的時候 在面對到這個數據的時候 其實是很尷尬的 就是好 在場有任何一個人 想要成為一個農夫嗎 好 你不算 你也想要 好 大家是農二代的舉手吧 大家是農三代的舉手 就是你的阿公阿嬤 是有種過田的舉手吧 其實比例上來說是 我想大家應該可以 很明顯看得到 我們在目前的狀況裡面 每一個年輕農 有其實要嘗試 在做經濟化 或是在做大量的這個過程裡面 農業勞動人口是絕對缺乏的 這是一個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討論的課題 但是我們今天不太會去處理它 那我先簡單的稍微的去講一個 稍微無聊的事情 叫做到底農業用地是什麼 農業用地我們的計算是這樣子的 我們分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我們去把一般的使用分區 使用分區就是 稍微的去把一些用地 農業用地一般的 一般農的那三坡地的 生雲期以外的農務用地 我們通通都把它當作是一個農業用地 同時還會再加上 都市計畫區裡面 化定為農業區的 防護區的農業用地 那還有當然還有很多 三坡上的農業用地 但是它其實很難開發 所以大部分都是拿來做一個 相對低產值的 在台中的狀況 如果大家往台中的山區 然後騎著一台摩托車 你可以去那邊隨便找 在太平區域是大量的做農業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沒有產值的 農業勞動行為 它其實大概目前現階上來說 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在農業用地上 來說的這個總量 農業用地現在目前有6.7萬公頃 但是實際上在更做的 大概就是5萬公頃 我還沒有再計算為一張工廠 所以實際可以用的就是5萬公頃 那目前台中市政府當初的規劃 當初的規劃就是想要保留5萬公頃 可是其實這個就只是在數據上所玩的遊戲 到底我們要多少公頃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更慘成的去面對 到底台中的島地該有多少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想要談的 這就是我們在所謂俗稱的 一般農業用地跟特級農業用地的 一般農跟特農的差別 我們把一般農 一般農通常我們畫在的區域就是在都市區域周遭 把這樣子的農業當作是 農業用地叫做一般農業用地 那在相對的周遭沒有都市用地的區域 我們會把它叫做特地農業用地 那這兩個的保護程度優先次序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一般農是我們比較不保護它的 因為它是在都市周遭 這是理論上的都市周遭 然後它就會比較容易被開發到 但是特地農業用地的話就是 其實在台中反而是更特別 就是大部分就會被蓋工廠 這件事情我覺得有點矛盾 但是的確是例如說 這個地方是烏日新南市大量的蓋工廠 等一下再會再跟大家講 那這是我們台灣農地的存量 這主要的是利用內政部雲建署 那個99年的這個一個調查的計畫 那目前的話就是整個農業用地 使用上來說的話就是 我們目前的農地存量大概是剩下 七成六左右 七成七 那我們剛才還有很多東西 剛才上一張我說五萬的 七萬剩五萬的 大概六點七萬剩五萬的那個是在說 它有拿來做使用 但是它其實根本已經荒廢了 這個是叫做農糧署的資料 那這個部分是內政部雲建署 主要在說透過GIS 可能透過GIS 因為我這個我不太確定 這個是主要透過GIS 然後在很高空拍下來的圖 然後來做一個基本的對照 所以我大概是七成七的農地存量 那七成七可能大家有點不太會有概念 但是通常簡單來說就是有十塊 一百塊地的話 就大概會只有 會有二十三塊土地 其實是拿來蓋農舍或工廠 那這是主要 農政他們前任主要在處理的事情 是農舍的事情 那工廠這件事情的話 是比較我們未來想要慢慢去處理的一個課題 那這就是我們 我們主要在處理的事情就是 工業發展的一個階級矛盾 那這是我們一般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會去處理到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在處理 呃 勢力重劃 因為我們台中城市辦 梅包館主要在處理的是勢力重劃課 可是在處理勢力重劃課 我們又面對到一個更棘手的問題 就是說 當初大量的勢力重劃區域裡面 有大量的違章工廠 這些大量的違章工廠 又在重劃之後 跑到了重劃區的外面 大量的違章工廠 跑到了重劃區的外面 所以在一波的農地 又在被大量的蓋違章工廠 那接下來違章工廠蓋了之後 勞動人口進入 在 呃 我找 我小時候的烏日西南 是一個相對 就是小小的區域 就是等於是大部分都是農地 可到現在它是一個相對 比較起來的話 它的確是一個相對繁華區域 對 然後未來 當初就是 也是要用區段證書來去處理它 但是沒有成功 因為這是一個區段證書 可能這個課題 阿峰可以稍微再補充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面對到這些課題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非常矛盾的課題 所以市區外大量違章工廠 它一方面去支撐了大量的服務業的人口的產生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在把都市的外擴的這個現象 不停地再加深 那關於我自己怎麼看就是 這是我們烏日西南的每一條小路 然後你大概 以前小時候大概走過去它就是農田 然後你就要不停地看著它哪一塊土地多蓋了 多田的土 哪一塊土地多蓋了工廠 然後我們一直在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地景變化 然後再試圖地去把這些相關的問題去處理 然後我會覺得對我來說 到現在還是很難處理 那第二部分就是 我們比較想要把農業的 Sorry忘了 把農業的勞動文化做一個初步的紀錄 因為早期其實最好的農業用地 在台中 在台中 台中市跟台中縣 算起來的話 早期最好的土地其實在 文興路跟南庭路加坡那地方的農地 它的土質其實是非常好的 然後到後來就是烏日西南五福這個區域 其實這些土地土質 它剛好都是在一個衝擊上的一個共同的位置 那個區域的土質的確是 在我們一般在看 在索文學看起來的話 它其實的確是農地的品質會是最好的 然後但是在現階上這些區域 最好的這些區域 要嘛就是被蓋成大量的都市土地 要嘛就是被蓋成大量的圍章工廠 然後這些圍章工廠 卻又是在最頂級當初被號稱是 日本時代的時候被號稱為 有分了15級的農業分級 他們是一個最頂級的土地 對但是到現在這些人都是 這些農民他們有非常優秀的一個技術 但是到最後他們產生的是 他們的這些技術化轉到哪裡 台中有一個非常厲害的農業的產業 所以如果你是做一個農民的話 他們在無論是在就是所謂一般的農肥料 他們其實都是非常的厲害的 這些農民他們其實後來慢慢的轉到這個部分 在太平幹一些工廠 然後這些工廠再把 無論是透過養卷的方式 他們知道農地該用怎樣的菌種 該用怎樣的肥料 所以他們把這個產業撐了下來 可是他們已經沒有地殼種了 然後再把我們常常在買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會跑到太平或者是沙羅買這些農肥料 然後對我來說我就發現說 城市這個東西它不停的在分析這個時候國家的想像 然後到現在的時候 我們到現在還是很難去處理它 對我來說我在農地的工作 然後又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難處理它 因為它把所有的人都吸光了 但是它卻無法創造很高的價值 無論是生活的金錢的 就是年輕一輩子 其實在城市裡面其實真的很難做到錢 那這次是我們大概 衛生機工廠的一個分布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 這是我們台中的衛生機工廠的一個分布屏 這個區域主要就是烏日西南 這個區域就是柵里 這個區域最密集也叫做台亞省 台亞省區域是全台灣最難處理課題的一個地方 它大概跟彰化秀水區域的大量的圍張工廠 是同樣難處理的一個區域 然後這邊是相對特殊的 就是這邊有一個 這邊的整個帶狀是沿著 沿著從大度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區帶然後拉上來 但是在台中港這邊 也是有大量的圍張工廠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台中港的工業區進駐比例沒有超過五成 這是一個工業區設置上的問題 工業區到底怎樣的去進行的管理 所以到現在我們到底該怎樣的去處理這個課題是 到現在我們某種程度上來講 就是說我會提出一些策略 但是它只是稍稍緩解 但是我只是想讓大家稍微知道我們台中的目前狀況 那就是稍微去講一下 我們主要的 我覺得這段報告其實應該有一個問題 我們主要台中圍張工廠最強的兩個部分 第一個在做CNC CNC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一種車床 但是它是一個自動化的車床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精密機械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專門做精密的儀器 例如說竹科 大家可以稍微去問一下如果是新竹人話 大家可以稍微去問一下竹科 他們的這些高科技園區 他們的工廠的機具從哪裡來 大部分都從台中來 我們在CNC上的強項 跟我們在金屬上的形象 可以去製造提供給日本 竹科 以及去許多先例國家的這樣的技術 但是我們在這些工廠 常常都沒有辦法進入到工業區 但是最後就是這樣 就是說 好 那時候我們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 剛才委員稍微有講過 就是我們的工業用地的狀況是這樣子 就是說好 我們劃設了很多的工業區的土地 那當然這是都市計畫用地裡面的工業區的土地 那主要在東市大甲 開闢路易都只有補償不到 新設大安也是 台中港也是 但是台中有大量為章工廠 如果我們在工業區上 工業區的使用上來講 去進行策略性的調整 絕對是比起現階段來說還要好的 我只能說還要好 因為我們 我有算過的確是 大概是只能夠這樣一半多一點點的工廠進入 如果是不然它會盡量到滿的狀態 而且這是一個 片野地區其實基本上來說是不太可能 他們不太可能打到東市去蓋工廠 欸 工業區不能讓方便工廠進去要 太可能會需要的話 工業區周遭的話 就可以畫設住宅的話 你的住一住二住三的這個地幕 有機會 你只要畫設一塊工業區 在計算上來說是不一樣的 對那一般來說 之前農政主要再出爲問題就是 我們用一些相對的補課位暗示 或怎樣的方式 然後周遭會畫一圈 那工業區的設置因為它比較早期 所以它是採用不同的發展模式 那這些都是已經很早期 大家都是七年代以前的工業區的設置 所以它是不一樣的事情 我要承認它是不一樣的事情 但是它的邏輯是相似的 對因為它要在整個區域裡面去 因為早期是一個台中線的區域 它在看台中線的區域的時候 它要讓每個地方均衡發展 早期的出法是這樣 那就會產生很多的發展問題 然後早期最多違章工廠的區域 因為最早 最早的違章工廠 在兩個區域開始繁盛 第一個區域叫張化繡水 第二個區域叫台中大理 那可是張化繡水 在台中大理 蓋了工廠之後 接下來發生一件事情 在1986年代的時候 台中開始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後期辦地區 就是我們畫的這些 要重畫的地區裡面 它開始進建 它開始進建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情 發生了大量的違章工廠 開始往這個地方塞進來 可是在2004年的時候 它解禁了 所以這些違章工廠做什麼去 它賣掉這個地方的土地 跟窮化公司談判完之後 利用這些錢 再到更外圍的那一圈 買農地蓋工廠 這聽起來有點荒謬啦 可是的確現在是這樣 因為我等一下會再講一下 為什麼工業區域會大家進不去 那就是我們大概 簡單來說我們的發展大概是這樣 1949年的時候 我們確認一個 以農業培養工業 以工業發展農業 當初到1949年這個畫 大概有成立的就是叫做 以農業培養工業 以工業發展農業這件事情 到現階段來說都 我沒有看過 那在1972年 這個東西是對我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整主行謝東銘推行的 一個家庭集工廠園動 可是在1960年代 其實這件事情就已經開始了 但是為什麼 謝東銘要特別提這件事情呢 早期的台灣發展 是一個更有趣的 就是說早期的台灣發展 台灣 中華民國政府 它主要控管的區域 是北部跟南部 所以它可以以國家性的策略 發展再足以科發展 新竹跟學院區 它可以在高雄 設置大量的 中油 一清二清三清四清五清 那省政府控制了 中部地區跟東部地區 但是他們不能夠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因為它這個東西 如果要再爆中央的時候 其實它會過不了 所以他們採用了一個 另外一種相對特殊的策略就是說 好家庭集工廠 早期的家庭集工廠就是 周遭好不容易蓋了一間工廠 大家就到自己的家庭裡面做代工 這是我們早期美化的說法 這種美化的說法當然是有問題的 因為那種的代工是有問題的 是做電鎚的代工 電鎚你覺得可以拿來做代工 這樣有代工嗎 我想大家應該蠻難接受這件事情的 可是早期的代工其實蠻多程度 是在做這樣子的一個高污染產業 因為在1960年代的時候 美國的這種污染產業外移 那外移到的就是我們這個東南亞島鏈 上的台灣是一個重點區域 所以到現在的話 我們其實還是深受這1972年 這個證明 這個名稱上的影響 因為它的確是一個更長期的污染 在1986年的後期發展軍 我剛才所說的 這些工廠其實大量的進入 然後勞動者在這個區域進入了 因為它的房價比較便宜 然後2004年開始重化之後 違章工廠快速的外貨 所以2004年開始的時候 烏日西南地區開始多了很多工廠 然後台亞城地區是另外的一個課題 所以好 這是我們大概稍微的 去做一個土地上的一個區分 這是市區土地 重化區的土地 跟重化區外的農地 市區的土地主要都是民眾來購買 購買的商量其實不太高 早期的時候 台北的投資坑會來 後來一大批的人 去買市區外圍比較便宜的土地 去把房價炒高之後 投資客又再往下一個地方 他現在已經絕對不可能躲在這個地方了 但是如果在重化區的土地的時候 建商會邀請一些非常特殊的群體 例如說退休的工人員 共同的集資 因為他們當初是省政府 駐都局的一個策略 所以他們可以透過這樣 少數的群體然後在地 然後去進行一個非常複雜的政治角力 那在重化區外圖土地的時候 維章工廠主可以去購買它 以我烏日西南為例的話 大家知道烏日西南一坪農地 大家現在可以喊到多少嗎 16已經是之前的了 差不多喊到20 再交流道附近啊 在那個國道3號交流道 然後剛好那邊也接公投 所以他的整個財店接購買非常完整 在這個地方喊到20 那當然比起南屯的就是那個 民視小熊所在區域當然是較低一點點的 那邊是可以喊到 有人喊到22 對當然那邊的土地 買的真的就是標準頭子 這邊還可以蓋光線 然後我們只要稍微再把 老居住者的一個狀況來做一個分類的話 就是市區土地主要就是老台中市民 早期成化區的居民 因為他們早期被成化了之後 永遠有很多錢 因為早期的成化制度是一個相對 因為他們還在實驗所以 為了讓大家可以參與通話 早期是到一期二期這種 大家根本沒聽過的通話地區 他們早期是真的可以賺到一大票錢 然後他們會搬到台中市裡面 因為早期能夠搬到台中市裡面 是一個郝亞的象徵 然後還有住屋者跟工作全職的移民者為主 然後通話地區的話就不一樣 他就是早期的圍章工廠組 勞動工作者小小地主 還有等待搬清的這些居民 那從化區外的話就是 對我來說比較特別的事情 是最近的這些圍章工廠 有大量開始有圍章 就是有點像是非法公論的移工開始產生 這也是我們在處理這個課題的時候 認為非常重要的 我們當然很多的環保團體在面對 圍章工廠這個課題 圍章工廠政府目前有採取一個政策 叫做輔導工業工廠合法化的一個政策 但是他其實大概能夠符合條件 大概就是百分之一的工廠 那說實在的話對我來說 就是說無論這百分之一有沒有合法 因為他大部分就是一定要做 跟農食業相關的加工業指標 有辦法反化 所以其實根本就不太可能 會有工廠可能說反化 他就只是能夠說在這邊蓋工廠 他其實還是沒有辦法 蓋了但是他其實還是沒有辦法 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非常矛盾 然後但是在處理這個課題的時候 實際上農地上就是蓋著大量的工廠 農民到底該怎麼處理 對我一個年輕農民 在面對這件事情 到底該怎麼處理 是說我覺得非常矛盾 然後我也不太可能去採取一個說 這些工廠全部都要塞掉 因為很難面對這樣的事情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標準的 就是一般的紅綠矛盾 就是農工矛盾 那當然大部分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呢 就是說我們在做重劃的議題的時候 發現這個在做合法的比人頭比賽 只要這個地方你塞的人頭夠多 買的土地夠多 超過一半你就贏了 所以你是小地主正地主 正地主的意思就是 我找其實這個地方居民 但是我是比較士生階級的 我的土地可能有一甲出頭 但是一甲出頭在比賽的時候 你是一個弱勢者 你一甲出頭的土地 你在這個比賽裡面 其實你還是一個弱勢者 你要像重劃科技師 這樣子能夠去炒作到更多的土地 才是優勢者 然後資本輸 機委的速度更快 但是在外面的維章工廠上面來講的話 企業不太會直接他的一個企業執行進入 因為這是一個在企業運作上來講 是不允許的事情 所以到最後都會是 更 優暗的方式 如果大家去稍微去看這些維章工廠 其實慢慢的有一些 嗯 一般的 有有名的一些什麼 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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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有名的殼牌 殼牌 反正就是有一些 比較算是 正式的這些工廠 開始蓋了 就是有名的啦 但是他們開始蓋了之後 就是 他們不太會 會去處理這個 他不太是 是早期會去第一批 去蓋這種維章工廠的角色 早期蓋這些維章工廠 他通常外面 是連什麼扛棒都沒有 這幾年開始出現扛棒 大家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這些地方開始蓋 開始出現扛棒 開始來標示自己是哪家工廠 然後我們稍微去 稍微說明一下 聽說好 蓋了這麼多的維章工廠之後 他們的解決策略是什麼 這個地方叫做 在區域計畫裡面 當然這是早期版本的 這個有一個地方叫優先治理地區 然後優先治理地區的意思就是說 他要把這些區域的 大理素王 然後大理的人化建立 然後這邊有一個巨星 然後還有一個航空城 台灣呢 台中的航空城在金泉岡 大家稍微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不到稍微大的地區 這整個成功裡面 他們的說法也是一樣的 台中的維章工廠過多了 所以我們要再蓋工業區 但是他們會採用別種方式 他們不會直接把它改成工業地面 他們會把它變成叫做 從一般的 他們會把這個地面 變成叫做設施行用地 從叫做產業行用地 變成叫做設施行用地 這是一個更要求的事情 可能聽不太懂 沒關係 設施行用地的意思就是說 一般農地上面 為什麼要蓋設施 譬如說 我們要蓋一個溫室 我們要蓋一個倉庫 這個叫做設施行用地 但是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的設施行用地 變回在設施行用地 但是它可以蓋 如果我們一般農地的雜向執照來說 九公尺以下的建築物是OK的 高度九公尺以下 那工廠蓋九公尺 它的通風性其實就是夠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 設施行用地的變更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他們也是只是在試風向 我只是稍微去讓大家知道說 在維章工廠產產生之後 在區域計畫會怎麼寫它 然後這就是我們 大理陸風烏日區的 維章工廠的一個比例 在都市計畫區裡面有42% 蓋工廠跟蓋這些 工廠的勞動者居住的區域 然後在非都的土地裡面有13% 也是蓋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土道現在其實是非常不準 這個土道現在是非常不準的 因為其實大量的南腿地區 其實是塞到這邊來的 他們的強度強到了 我們以前這邊烏日西南這邊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地方叫水尾 隔了一座烏溪 但是工業區強到可以讓這邊多蓋了一座橋 直接蓋了一座橋 這是業主他們極力爭取到了 所以這個地方開始有大量的維章工廠在場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荒謬 可是在烏日的狀況目前是這樣子的 這張圖我有稍微的去對過 我畫了點的密度比這個還要再密非常多 因為重挖地區的工廠拉過來了 但是這個GIS到現在還沒有去做它 那這個地方比較誇張一點這個地方叫坦亞神 坦亞神它的主要的發展 因為當初大家知道一個東西叫做 盤子加工出口區嗎 盤子加工出口區 聚集了非常中南部上來的勞動者 勞動者後來產生了非常多 盤子加工後來好像在 我忘了在哪個位置 好像在哪個位置 我隊伍不太起來 我隊伍不太起來 這裡嗎 對 好像在上面一點點 那它就是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透過我們這個加工出口區 因為早期其實就幾個加工出口區 就是在台中加工出口 攤子加工出口區 然後它外擴 這個外擴的速度 永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然後這個課題對我來說 這邊是最難處理的一個課題 就是其他地方的話 我們來再做一個總量計算上來說 它都還有可能去處理它 但是在台亞城這個地方 我認為是在台灣 在台中的城市發展的治理 跟工業區的發展的治理裡面 它是最困難最負財的一個區域 而且他們的這些產業層 相對來說都是 他們的勞動工作者 有些是的確相對弱勢的 在這個區域裡面相對 他們強的非常強 弱的都很弱 但是如果你用同樣的策略 來去面對他們的時候 這些弱勢的小工廠 他們出國不了 但是他們會影響很多 下面的產業鏈的結構 但是強的那些 你又幹不掉它 它的確它的政治關係 是這樣講的 我要承認這個部分 是我自己認為 我們就算 你出了一個非常好的 還是非常好的策略 雖然到現在沒有 非常非常好的策略的時候 這塊地區我覺得 還是無法處理 台中港的部分 就還有可能處理 那大理、烏日、西南 那些區域的話 還有可能處理 但是在台亞城區 我認為它是 對我來說 以我看到的資料裡面 它是沒有辦法會處理的 我覺得我以 因為這個區域的話 之前的時候是 就是要住這裡 它就是推 這個 就是要讓它 就立合法 那時候它是 第一招票當選 但是這一次的時候 民情失變了 它是掉下來的 就是 它被懸上 所以說 事實上 這一區的居民 已經開始感受到說 住在這種環境裡面不好 我想當然是 但是我是說 在這麼多的 產業鏈 在這個區域的時候 如果就我一個 作為一個 想要試圖的 去提出一個民間版的 規劃者的角色 就是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非常 對我來說也非常奇妙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提出一個民間版 但是民間版這件事情 是一個 某種才能把自己 站在一個規劃者的角色的時候 我其實 對我來說 的確我想不出辦法 面對到這個事情的話 我覺得在地區域裡面 怎麼樣的再重新發生 這個區域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區域 是最重要的一個區域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 就我來看啊 我沒有完全沒有想到辦法 但是其他區域 我還可以去想出一些 策略上的意見 可能是會有用的這樣子 然後我這些 這張稍微跳過就好 然後大概的狀況 就是說你們在農地上 蓋工廠 然後勞動者開始在 附近的區域居住 然後但是資本投資者 他觀看得到的是 土地利益的流動 所以大部分產生的狀況就是 資本 資本 有比較可以當投資客的人 在場可能沒有人 可以當資本投資客 那也需要有一些 在地的正常關係 或是一些事情 但是他們的確可以去看到 這樣子的土地利益的流動 然後去處理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然後 這邊 我覺得時間有點拖到 這邊只是要開始講 農業發展的矛盾 這就是台中根地的目前狀況 台中根地有5萬公頃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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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 然後在100年2年的 農業土地年表裡面 的一個計算 然後大概佔 全台 全台中的農地有 不 全台中的土地有22.72% 那 稻米的話 台中大概是佔全台灣的10分之1 但是 台中的稻田主要都是交公古 跟桃園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公古的 米的時候大部分 吃到重金屬超標就比較多 公古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保駕收購的股 例如說在東部他們通常 就不太一定會交到公古 因為米商是願意出高價的 那在其他區域的話就是 會有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當兵的話 吃到的那個米大部分就是公古 所以當兵比較容易吃到 有重心說明 吃自助餐也是 這我要承認嘛 就是吃自助餐他們就是會拿公國 但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好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台灣的農業非常 一文的不止的狀態之下 包括我們的GDP 在農業跟農食店的計算下 來講GDP是1兆1000億左右 佔全台灣的GDP7.3% 那就業人如果是佔1807萬 大概佔每六個人裡面 大概就有一個人 是農業及農食店 農食店 農食店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只要做餐廳 其實他們都會把它們算在裡面 所以還會算湊到那麼多了 當然大家可能願意做後面的這個 那前面的這個有沒有人 我是純理的 我是純理的 年輕人要做農業的工作者 的確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理解農業知識 建立在地的人際關係 這件事情都是在大家的求學階段裡面 是缺乏的 是蠻現實的事情 就是 就算我是一個農業CPA 但是其實要找到好的一個策略 去進行農業工作者 都不是那麼簡單 那新階段的農業發展策略 是這樣子的 第一個狀況就是 農業大量的耕種 小地組大街農通常都是100加起跳 沒有啦在西部 西部在嘉義地區的話 有一個通常都是100加起跳的農業跟蹤 你是說100加嗎 然後第二個東西叫代根中心 代根中心叫500加起跳 就是我們把 你除了學填水的事情 交給農農來做 其他的所有的環節 代根中心幫你複製好 這是 在目前台灣的一個農業發展的一個狀況 第二個東西叫精品農 精品的農品的耕種 例如說 我來種有機草 有機草每一斤多少 600塊 有機草每一斤多少 有機草每一斤多少 沒有 400多啦 差不多百 有機熱帶水平坦 也是400多 但是有機的熱帶水平坦 它的確有非常多複雜的環節 好 例如說有機草每一斤 它主要最大問題就是灰粉幣 灰粉幣我們要用有機的方式克服它 因為它主要都是假 在藉口蟲跟 反正就是藉口蟲它會吃的時候 它才會去得病 所以我們就要把藉口蟲防治好就好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環節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在販賣故事文化 以及農跟脈絡的故事 這是我們大部分 比較知識分子的人會做的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在這件事情的狀態之下 台灣有期望在圍堂工廠 13.8萬動能農舍 所以我們在農民會選擇區域 來做我們的耕種 那通常就會慢慢地去 例如說好 在苗栗區域 會有人一起跑到頭份 然後慢慢地去蓋這樣的溫室 然後來去蓋一些 做一些比較高產值的東西 或者是跑到花蓮 跑到宜蘭 宜蘭就那個壓力越低越大的時候 其實的確有些農友在考慮 要來挖東地區 圍堂工廠的應用機制 我可以稍微開一點 就是說它基本上來講 就是會有一個明天發地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的前客 早期是有這樣的前客 才會辦法讓這個機制成立的 所以大家去看這些圍堂工廠 地區的話 通常都會來做農地買賣 然後勞力來源到底是什麼 小型的提供 這是我的鄰居他們會做的事情 但是最荒謬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我的農地保留 不蓋工廠 你就會成為一個瘦牌的農地 你種出來的米 你不敢自己賣 你敢自己賣 維章工廠旁邊的米嗎 但是我自己做為一個農民的時候 是一個這樣尷尬的事情 然後我只是 這邊稍微把當初 重畫的圖再拉過來 但是這些大部分 其實大部分 你可以看到其實滿多都是鐵皮的 早期的維章工廠 這是2003年的 這已經 滿多都已經牽走了 然後到後來當然就是 全部重畫掉了都消失了 然後維章工廠 參與的解決策略的話 我認為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那是農地污染的景色 非用電力 因為主要來說的話 就是基本上 透過種子布袋點 然後幾乎把它銷毀 或者透過種子 稻米 然後把種金屬拉走 然後把農地做為農用 它其實大概就是只有 基本上在生物防治措施裡面 或者是你這塊土地 稍微去驗一下Q10 或者是EC 電腦部 然後我們來去做一個 基本的處理 例如方式外 就是工業區的管理辦法的修正 因為過往就外 有一件事情 就是例如說 以精密機械園區 120公頃來說 到最後 鴻海直接以一個旗艦計畫 拿了80公頃 但是這個精密機械園區 早期又是要說 讓台中這些優良的小工廠的進入 但是鴻海直接搶80公頃 大家其他的都不用搶 剩下的40公頃 就是這些台中工業區的人來搶 台中工業區的土地 的代工工廠的人來搶 那剩下那些外面的人 都搶不到 因為工業區的管理辦法 他是透過一個神核機器的人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這個東西 不去處理桃花 然後這樣子的方式 可以稍稍的改善台中農地道路面 然後這是我們大概稍微聊到的 就是跟各個製救會 聊到的狀況 圍山工廠 在這14個製辦 單元二三十年 快爾西屯的就到 大雅城堂 南屯的就到烏日興南 常不明大才能照去救 中小型的圍山工廠都被趕到外面來 這些問題還是無法處理 不管公辦 不管公辦還是製辦 有利益他們就是有辦法處理 都市發展就是這樣 越來越外圍 政府法令合理 又能讓你有生存空間才不會有問題 政府不能安置 法令又自然的男性 只有讓他們自立更新 自信自免 社會目前就是這樣弱弱講實 這是我們在跟製救會聊天的時候 大概 會得到了一個狀況 然後我覺得我們在思考 是一個最根本的事情 那這是我們去跑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找不到久德的 因為久德的後來 我們去找久德的製救會會長 然後因為他是 他不太願意拍照 後來我再去找他 他說他不太願意拍照 我說我把他買照找一張 然後我們就走走到這樣 大家要去那邊錢的時候去拍 他們那邊的話就是 他們的維章工廠主要都在 外圍的那個區域 然後發展狀況不太一樣 然後他們就是 然後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反正就是他們這個地方 比較算是地主的一個自救團 然後我們就是找文山工業區 然後他們希望 文山工業區的自救會 然後他們比較希望這個地方 恢復農地農流 就算他們是 他們是一個違章工廠主 很多他們的成員 其實都是違章工廠主 但是他們還是希望這個工業區 恢復農地農用 不要再讓這些 呃 那個地方叫大理的洋漠 他們剛好在一塊水頭的區域 所以水 其實我稍微看過水質 其實水質還不錯 這個地方的確是 我會覺得說 如果這塊地方的農地 我覺得算是台中平地 算是稍微可以吃的 他 這個的 這個的自救會會長 他是 呃 農業勞動者 想要跟他們一起種田 我會覺得他這個地方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然後也希望 呃 有更多的農地 有辦法 有年輕人 來去處理這課題 因為農業其實到現在是一個 呃 需要蠻多的 經驗跟技術 來去克服的環節 還有資本 然後這是我們提到環運作 目前 希望是能夠擴大成員 然後場地運作 能夠進行 然後介入一些在地的議題 介入社區的關係 跟提高戶性的基礎 就是說我們大概 目前希望能夠做到的事情 然後 呃 這邊稍微不要打了 目前的話 我們 呃 目前在維章工廠 跟農地總量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主要會 處理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讓台中市的區域 計畫每天蠻能夠的深層 所以我們要再處理整個 他在維章工 因為他們當初有一個 輔導工廠 就有環環化的 這個部分 那所以他在 這個的法條裡面 我們要去卡到一個位置 這是我們要處理的 然後再去把一些 他的發展策略 我們做一些調整 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們在工業區 管理辦法修正的 初步調整 因為說實際的話 我們台中 就是台中市辦理電腦團 就是一個沒有正職 然後沒有 沒有裁員 大家的時間 其實非常難受 的狀況之下 所組成的一個團體 所以我們在處理 這個特點的時候 大概就只能擬出一個辦法 但是 我覺得我們的確是 本來有能力可以去推移 這件事情 但是它是一個 全台的一個發展 工業發展的一個問題 我認為這工業發展的問題 其實是非常重要 它想能夠去處理到 不論是土地的 跟農業的 而不是採取一個非常 而見急的策略 我覺得對我來說 它不是一個好的策略 因為很多事情 大家如果被逼得及的 就是違法的錯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想要跟這些 違章工廠的地區 然後有很多區域的支援 然後去建立一些連結 這是我們目前最想要 在這個小組的部分 最想要做到的三件事情 然後需要各位發掘在地的問題 然後能夠緩迫著去面對它 處理它 然後謝謝各位 然後這樣的人 大家來分享一下 謝謝 剛才在文廷教堂的朋友 兩位朋友的分享裡面 有一個名詞一直出現 叫做區域計畫 現場有人不知道 區域計畫是什麼 都知道嗎 還是舉手的都不知道 都不太清楚 都不太清楚 我們先請小胖簡單的 簡單的簡轉的介紹一下區域計畫 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我們要關注這個 區域計畫就是說 早期台灣的發展 是一個非常沒有條理的 我們大概唯一的規劃就是 分成了北部 中部 東部 以及南部 這樣這四個大的區域計畫 都有北部的區域計畫 南部的區域計畫 中部的區域計畫 但是這個東西通常都變成 一個空的東西 它就規範了這個長期的發展 所以通常大部分的 剩餘團體在處理的事情就是 在說 好我有一個小開發案了 但是那種小開發案很大 例如說 好空財 好大 或者是說 中科 一級二級三級 他們大部分都是 在這個大的區域計畫 狀況之下 所產生的一個叫做變更 我們就是在區域計畫裡面 稍微做一個變更 然後就把這個地方蓋起來 但是未來希望 台灣的政府它比較想要 或者是公務人 他們比較想要走的方向是 能夠先 就是你出一個說 好 因為未來就是要發展怎麼樣 那到底能夠再變更多少 這件事情的話 他們就能夠去做到一個 總量上的一個控管 因為其實我剛才說的 1980年到1991年 其實台灣的農曆同樣 這件事情是非常模糊的 他們的確希望重新的再去 抓一些數據 讓自己更清楚一點點 對啊 因為當初我畢業之後 是做過一陣子的 公務人的約片 其實我也覺得 公務人在出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區域計畫 是一個好的出發點 但是 在民間團體 或者是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是 的確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我們之前 大部分都是在 反對一個東西 但是未來要 如果要再 什麼東西都要沒有時候 去擬住一個民間版的東西 是比較多容易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嘗試 做這個區域計畫 然後能夠讓 台中未來十年的一個規劃 至少是在民間的參與 然後或者是在 跟公務人的規劃上 去產生一些連結 然後讓台中的發展 是一個相對有可能 去被民眾知道 跟稍微的去主導 稍微 我只能說稍微 因為的確是 利益的壓力是這樣強的 因為進行是 可以讓大家願意做 抬頭的工作 好 謝謝小胖 我們今天 其實就談了 維商工廠的這個議題 其實它會牽扯的 整個面向很大 因為它是整個 我們台灣的包括 是農業 然後我們的整個 社會現代化的過程 然後產業 發展的過程當中 所產生的一個現象 對 一個 一個 等於說是過程當中 產生的問題的現象 對 它是一個冰山 一直有一個面向 所以這整個講起來 對 要關注的面向會很大 我們今天先要把它聚焦在 也就是我們的農地 然後維商工廠的一個現況 然後跟它一個產生的一個原因 以及跟 接下來我們 也希望它可以 往我們的方向去 去著力 然後可以得到這個現象 一個改變的 一個討論 所以我待會兒會開放 我們底下 有問題的 或是有想法的 然後可以講一講 然後 每個人 基本上我希望 三分鐘 三分鐘就好 就不要超過三分鐘 可以讓更多的人 來多一點討論這樣子 然後在 在開放之前 我有先簡單的 再幫兩位 他們所講的一個 內容 今天所分享的內容 可以再做一些 數據這樣子 其實基本上就 我們 基本上現在 在台灣會買農地的 差不多是三種的 超過三種的 一種 一種就是 就是說 買地 買地做投資 一種買地 所謂的蓋農舍 或是好漲 對 另外一種呢 買地 買地 然後就蓋 蓋中圍張工廠 這樣子 會買地 差不多是這三種的 真正農民 總是公眾的 反而不買地 真的比例很少 因為買不起 這是一個 我們台灣 在農地的一個 就是說 開放自由買賣之後 非常嚴重的一個現象 跟問題 差不多是這幾種 那 剛才說 蓋圍張工廠 是哪 什麼樣的人 之前小胖有提到 就說 按照其 像我們路感那一邊 其實有一些 我們那種鄰居啊 他就學 就做黑手的 然後 做黑手的 然後他自己 自己就開了一下 小工廠那一種 那以前是有那一種的 對 就是那種從那一種 家庭級工廠 他一直延伸 一直擴出來 這一種 那另外一種 其實現在的現象 其實很多 其實也是很高資本的 他其實不是買不起 不是買不起 不是沒辦法 沒資金進去工業區 他是不想進去 然後他大筆的一個資金 那個整個工廠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資本的 其實是那種上億的 極限或是上億的 可是他就不進去工業區 他就是要來一個農地 然後工廠應該是一大片 那種狀況已經不太一樣 跟以往早期的狀況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 當我們在面對 就是說這些違章工廠的時候 就是說他們基本上 就是兩個態度 一個就是成本外部化 就把他成本獎底想辦法 然後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有一個投資的 這幾年有一種投資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跟這種心態 如果放在這一點 反正我農地 對之後 如果我污染了之後 然後把他申請變更 或是說蓋在這邊 申請變更之後 然後變成建立 然後那個又倍增 價值又倍增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荒謬的 一種思維 然後產生目前的這些現象 然後這個東西還有牽扯到 就是其實我們 我們這一個地方 地方政府 然後相關單位的一個縱容 然後就沒有辦法 就真的從早期那一種 沒辦法 沒辦法 徹底的去執行取地 然後到現在 變成說要去取地的一個狀況 然後變成你面臨的其實是很多 其實背後是有很多的 那種關係的 然後你要動不動 簡單來講就是說 就是說以前很多的 違章工廠 像我們鹿港那一邊 其實是很多 在地的那種二代 農家二代 然後就學了工夫自己 自己開工廠這樣 可是 打從2000年之後 其實一大堆的 其實都是外地的 都是帶著大法的資金 大法的資金 然後來買榮地 蓋榮生 不是蓋榮生 蓋違章工廠 而且那種規模之大 是很誇張的 然後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 其實剛才小胖他們提到的 提到的其實就是說 是比較多的 其實是現在的一個現象 然後 跟這個形成的一個原因 然後其實我很想 就問問小胖 就是說 我們在於現在目前 目前就是說 我們整個在政策面 還有台中市政府在面對 這種違章工廠 他們有沒有什麼樣的 他們的態度 還有政策上 還有什麼機制 譬如說我們檢舉 會差不多是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這部分 剛才比較 比較沒有提到 這一個部分 是不是請你先補充一下 我待會再開放給 其他的人想看看 目前台中市政府 他基本上來講 還是比較有明確 我認為台中市政府 這部分來講是 相對還是比起 以前的確是好一點點 就是他們大概在現在的 蓋著新的工廠 基本上還會把它拆掉 可是我認為 很多事情就是 因為其實很多 真的蓋工廠的人 他們現在還會 純純蓋工廠的人 就是真的是 不知道的 他們不是像 以前是真的是 很多關係答案好 他們就是會覺得 噢 跟人家喝了幾杯酒 就是 噢 在地關係答案不錯 然後他們就會蓋這些工廠 然後蓋到快滑的時候 才被拆掉 所以代替者的怨聲 就有出來的 就是 就是我的確 我會看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會認為說 呃 台中市政府 他在的確在目前拆工廠 因為的確現在的 違章狀況已經太多了 是真的是 沒有辦法直升那麼多的工廠 所以他們的確現在 拆工廠我認為是一個 好的策略 但是他在怎麼樣去跟 相對的 工業裡面的弱勢者 能夠去建立一個 溝通的平台 不要再採用當初 工業區的一個管理辦法 他們那樣子的 非常末端的 就是比較正面積極的 就是工 台中市政府的作品 那 在中間政府 他在處理的事情 他主要有一個政策 叫做 工廠就會都打化 那這個是一個 非常 大家覺得非常 很多保衡體非常 覺得非常保護的一個政策 但是他在那個政策裡面 又規定了非常多 複雜的嚴格 但是在實務執行來講 就是 掉鬼 就是脫鉤了 就是他其實規定了非常多 像剛才 薩卡特維廷 剛剛有講到的 就是他們要去 農水物要維持一個 然後污染 水污染要處理 然後這個地方 是要盡量做 濕農 加工業的 但是其實很多的 合法的工廠 又沒有照這個 中央的政策部的這個政策走 對 目前狀況就是 中央的政策大概就是 像我剛才說的這樣 還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 在實務處理上來講 的確是還是有一點 距離的 然後 對 所以我認為大概 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就是台中市政府 其實就是你有 請到請拆的 這樣的一個政策嗎 新的 其實相對來說 算是有 但是 有一些偷蓋的工廠 還是會繼續蓋 因為 還是存在 就是台灣的關係夠好的 但是大家放在出來 是在蓋工廠 這比較特別 到時候如果大家 自己家願意談的話 因為我在烏日現在有幾個案例 是這樣子的 它是相對的 讓一般的 如果就是 因為集合的 台中市政府裡面的 集合人員也是這樣 少的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 在這個處理上來講 我也覺得非常好困難 對 好 我就不多佔用時間 直接開放給現場 我們的朋友們 有人提問了嗎 或者分享自己的想法 趕快喔 我是特別 特別空時間給你們喔 剛才小胖還要一直講 我一直叫他們加快加快喔 好 好 來 看看 就是剛剛提到 這個 台中收到的 北大工廠 他們 就是各劇動其實都蠻老的 然後你 平常會有很多的 那些劇動都 他們各是 北大工廠地區的製救會 那 既然那些 北大工廠已經算不久 表示那個製救會 應該也是運作蠻久的 可是 其實我們也不太了解說 其實有那麼多的 製救會 在這些圍張區域裡面 那為什麼他們做這麼久 都一直沒有 被大工廠知道 那個困難到底在哪裡 就是說那些製救 另外一個問題是 那些製救會他們的訴求 都是一樣的嗎 就是要求 不要把這些東西合法 或是 他們比時間 要怎麼去聯合起來 有供後目標嗎 對 這是我問的 所以剛剛問的是 比較是製救會的 那個 還有人要提問嗎 不好意思 我是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我們一般農地有分為 一般農地跟那個特寫農地嗎 那為什麼我們在那個特寫農地的部分 他們還是有辦法取得就是 配備工廠的資格 以及說就是 既然他們是違建工廠 那他們為什麼 呃 可以繼續營業呢 應該是有一些 政府單位他們是不是 有辦法去遇監 就是 我非有辦法遇監 或怎樣 還有沒有 我再收集一條 我再收集一條 還有沒有 我是想問一下一個 就是 工廠回復農地的問題 因為 大家學農 大概也都知道 也如果這塊地 遭受誤染了 它周圍 其實應該是剛才 一開始 那位 其實有說到一個是 工廠 就是農地和工廠 工藝工廠 其實事實上 在 大概就是 基本上 你一塊地 只要中間種了一定工廠 那大概周圍的全都會了 因為第一個不再是污染 第二個還有灌溉水的問題 那 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應該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把圍章工廠拆掉 那 即使它要回復成農用 的機率到底大不大 因為 就算是我們用植生富裕的模式 大概也是要5到10年 它才可以農用 好 所以就是 三個問題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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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微的講一下 就是我們拜訪的這個自救會 他們那個地方主要遭遇到的問題 都是區段徵收 那 為什麼會找這些自救會 因為 這一地就是 開始蓋了燈溝工廠之後 人口密度拉高 它就可以再被劃入到 都市企劃群面 所以當初早期遇到的是 這部區段徵收 可是因為後來區段徵收 都在農政的抗議下 它的 它的釋法性產生被質疑 所以這些地方 開始遭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到底要 因為他們當初一開始 在反對區段徵收的時候 反對區段徵收的時候 是在說 我們要重劃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才會有介入的空間 因為我就等次再 跟他解釋一下 如果遭遇到 置辦重劃 跟 公辦重劃的時候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跟製作為的互動上 比較有空間的地方 是 我們可以做這些互動 那你說為什麼這些自救會 為什麼比較不有名 是 其實文山自救會算是 蠻有名的 可是他們通常都是 人士會跑 台北的一些抗爭 之前早期農政的 一些遊行程 他們其實會跟著上去的 對 那另外兩個 另外其實還有蠻多的自救會 我們還會講到 例如秦族區段徵收 跟烏日新南自救會 那這幾個自救會 都是主要都在 群隊區段徵收 但是這些自救會 烏日新南自救會 也是算有名的 但是 他比較有名 是在 台北的海道 他們在台北海道的時候 會出來 然後也會出來抗議 而且他們 動員力也非常強 像我 在台北海大山的時候 忽日區段徵收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把忽日西南區段徵收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在我們的西南國中 就是我讀的國中那個地方 然後就是 湧進了五千個民眾 要去抗議他 然後把這個 說明會癱瘓掉 是非常厲害的 只是因為我們在 在地的連結 或者是在在地的媒體上 我當然想是 還 早期的確才是不足 那目前的性感 中 供應可能其實 慢慢變得多 但是我覺得 跟這些自救會的關係 其實可以稍微再去 拉一些關係 那當然他們都會有他們自己的困難 因為在地的政治力量跟性感 是非常大的 所以 的確是 他們要再站出來的 農業程度是 我覺得 不是那麼容易 對 所以他們要 要某種生態的活力 他們站出來 其實是一個 需要比較長期的陪伴 那我覺得 以我們 填料堂的能力來說 是 我們人其實也沒有那麼多 然後大家能夠 抽的時間也沒有那麼多 像我現在 我在花蓮副理的田工作 我其實是 只能夠盡量的找時間 然後一起處理這樣的事情 然後像你剛才說的 事情是說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舉報機制 基本上來說 一定還是可以達到 就是 漢堡局這樣子的單位 或者是 甚至打給工業局 都可以處理 1999 市長性相 市長性相 我覺得 我覺得 他們一定會有一個 表面的處理 但是我認為 比較有可能的處理方式 是 你真的去跟這個專員聊 以我自己在公務門的經驗 就是說 你打1999 他一定會有一個上面的壓力 但是他其實 那個的難處怎麼會永遠 他們都會 你都會覺得 我一直打 我一直打了 打了很多通 打了一萬通 就像你要寄信給馬英九一樣 你寄到他一百通一萬通 他每次都會回覆你 但是你都覺得 哇 千篇一律 那你還不如去了解 他們的那個頭盾是什麼 我認為是這樣子 以我自己的理解來說 你能夠知道 他那個小科研的矛盾 你才有辦法先去 以一個人的力量去對抗的時候 我覺得去瞭解 小科研的矛盾 然後你有辦法讓大家知道 他小科研說的矛盾是什麼 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 我們再怎樣的去 集體的對抗 是比較有可能 但是 現階段來講 舉報這些違章工廠 是 新蓋的是可能 那舊蓋的 我覺得 很難 很難 那就是 那為什麼他們會在各級 農曆就是 建設這些工廠 特地農業區 蓋工廠 或蓋農設 這些事情 嗯 就是像你們之前 剛剛提到說 就是 原本就是 只能在一個工業 工業區那邊 建那些工廠 那為什麼它會在之後 就是開放 就是 可以在特地區域之外 有些人 這樣子 那應該是沒有開放 那 不可能開放 政府不可能說 哦我們的農地 我們都不要了 該工廠 這件事情不可能發生 但是 嗯 我覺得是地方 把持的問題 就像剛剛 有人說 就是 他們要去查 然後就有議員去管說 那其實我剛剛也提了 就是 剛剛說 神剛需要在更多的工業區 這也是議員去提 那其他的工業區的 台幣率其實也不到五成 那你會覺得是議員帶頭 在做這件事 所以當然他們在這工廠 為什麼他們可以勝出 你這麼覺得 就是 只要有人舉報 其實那邊是可以投掉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 只要有選舉還是什麼 逼地方議員 表態 對農工這個矛盾 這件事情也是 蠻重要的一件事 對 對 所以如果 如果今天出來選是農政的 那我相信那邊 應該 就很多位當中 反正活不下去 對 我覺得啦 對 既然這樣不可以蓋 應該有個法令 如果要 如果 一個國家藉由選舉 我怎麼樣 誰出來選 才有怎麼樣 我這是舞弊 我真的 不可以蓋 那既然實在特定 能不能蓋是不能蓋 那就 為什麼 我們要追究的是 為什麼當那些人 有恃無恐 為什麼有恃無恐 我們沒有辦法 自己測得了他們 這個我先 我先回應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講迴徵 通常其實他就是違規的 所以他並不是合法的 所以他先去清理一下 他其實就是違規的 對 我們是法令的規定是不允許的 對 只是說現在 現在有相關的一些辦法 他要 他要把它輔導 輔導合法 或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些危感 然後有一些機制 然後變成是你背後 背後有關係的 然後說你的資本 他的門檻其實是一個資本門檻 然後你有可能透過那樣子 去符合 然後取得一個變成 是這個部分 對 但這是一個 稍微比較複雜的 然後這個部分 因為剛才這位 有問到那個農地 農地忽然的事情 還沒有回應 我先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有點複雜 那農地 就是基本上 他蓋了工廠之後 我剛才就像說 要做一個直批的一個復育 那另外一件事情 還是要做一些破坑 因為他的布朗塘藥結構 其實是被瓦解掉的 所以我自己認為是這樣子 我們大概處理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農地 你要說 能真的讓他回到農用 大概要處理兩件事情 第一個 你大概要把表層的水泥 取掉 但是他的同樣上結構 被破壞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來說 要去做比較長期的種植 大概是種植水稻跟布袋臉 然後去把重金屬取掉 把它拿 種完之後再把它拿起來燒掉 蛤 我記得如果說是種植水稻那方面的話 我記得你請國外的報告 不是說養油的效果會比其他種植水稻 那是要再破壞 要破土 可是我們一開始是出情 因為表情的種植水稻有的問題 這有點 抱歉 現在有點 有點 這種農業的東西 對 但是 要先做一個破 要先做一個把種植水取掉的動作 然後再做一個破土的動作 破土的確是種植水稻有做好其他的 然後 在處理這件事情上來說的話 我自己認為是採用客土 然後做溫室 是相對有可能的 因為現階段的年輕農友 只要水這件事情能夠被處理掉的話 年輕農友是有這個可能來去做溫室種植 是我認為是相對可行的 但是要客土 然後水源的 什麼樣的重新穩定 也是很複雜的 就是從別的地方的土來 客人的客土 客人的客土 就是你直接把外面 客土簡單來講就是 你直接把外面乾淨的土拿過來 整個倒上去 在這個土上面耕作 因為一般的作物大概耕是20公分左右 所以我只要有20公分的土的話 那它是很肥沃的 我就可以一直種 很多像高山高麗菜 大部分就是用這個方式去做耕作 要不然他們一直耕作就耕作 可能肥料很廣 或者是整個地已經被搞壞的時候 他們就從別的地方運 很肥沃的地丟上去 然後把菜種上去 應該是這樣子吧 這是我認為比較有 但是水源還是一個問題 當然很多複雜的問題 當然就是我們可以提出一個策略 但是到底可不可以做 我是 我自己也蠻大的問題 因為它的確是要政府掏錢出來的 然後我再還是拉回來 就是說到底維章工程 為什麼會可以其實 最早期其實是他們通過一個東西叫 農地上的雜像執照 因為我剛才在講 農地上的雜像執照 就有點類似說 我蓋倉庫的這個雜像執照 它是早期其實是開放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 是非常的磚漏洞的 就是早期的 應該算是政府 無論是地方官員 或者是省政府官員 共同的磚漏洞這件事情 所產生的 就是當初的雜像執照 才會產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現在的合法化這件事情 其實到現在還是 只能夠說 它還是某種成果就是 有點類似這樣當作的雜像執照 但是現在比較複雜 他們比較做了一個 合法化的機制 對 但是它的地墓 還是等於算是農業用地 我要承認 就是他們的地墓 並不會說 我把它合法化之後 上面的地墓 會變成是工業用地 不可能 因為這不符合 在就是 就是內政部他們的規範 這不符合他們的規範 所以是 就是 我們台中的農地 到底多少這件事情 我相信 問任何的台中的官員 或者是 內政部的官員 他們其實 應該也是算不出來 我要承認 其實一定就會算不出來 所以我要說的事情 是 是我們 我認為啦 就是對我來說 因為我們是比較 走抗亨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比較希望 是能夠跟次 就會建立關係 那未來是真的是 民間的力量真的要夠 就是不太能夠說 以單人的舉報 因為單人的舉報 真的對 這一次就會我們那時候 話友在聊天 的時候 真的對他們來說是 風險非常大 他們的確絕對會被盯上 所以就是只能夠用 積極的抗亨的手段 你不 就是 你在選舉上是一個 一個基礎 就是說 好我選舉這件事情 大家對 非常支持違反共產人 非常的反對 但是 你只有在選舉上 做這種表態的時候 是 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 這件事情的利益 它會牽動到 在地的很多的調查 它沒有辦法動到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怎樣去 集體的站出來 集體的一個表態 那我會認為 我們比較期望 是為了有機會 是 民眾的集體表態 就是集體的抗議 的行為 我認為才是能夠去 真的是相對的 讓台灣農業長期的 發展的矛盾 跟工業辦公廠 獲得完結一個機會 這是我自己的認為 很看法 好 這個一點 讓我先整理一下 就是我們在看待 我說要違章工廠 是不能 它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就是你不能 就是說 一概四值 就對那種大資本的 跟那種 那種 小黑手 那種小工廠 你不能一概四值 就是說 小黑手那種 是因為它資本不足 然後它沒辦法 沒有人力進去那一種工業區 所以等於說 政府要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 怎麼去輔導 相關的一個配套措施 你要怎麼去輔導 這一種小型的 傳統產業 所以我們現在 對於那一種 就是大資本的 高資本的 你科學園區 做減稅措施 比傳統產業的 那種稅收的還少 然後你對於 這一種小型的 一個傳統的一個產業 你的一個政策是什麼 就小型的 有一些回章工廠 是它是沒有資本 它進不去 工業區的成本太高 對 然後 對於這種大型 它有資本 可是不願意進去的 這種的 當然應該要 應該要嚴格取締 應該要嚴格取締 然後你對於小型的 你要怎麼去輔導 輔導 有一些措施去輔導 你要 簡單講 那是不是這邊 已經有形成一個產業鏈 那你要開發工業區的時候 是針對這個附近的一個產業鏈 來做一些思考 來做一些規劃 你今天很多的一個工 就是 不管是 就是那種 地方的名義代表 比如說要開工業 就是蓋工業區 或者說 地方政府 比如說蓋工業區 有時候其實都是純粹 就是一個利益分配草地 一個思考 而不是真正的思考到 在地的產業發展的需求 然後 這種東西是 以往 地方政府不處理 就是 這是一個 一個 等於說我們現代化過程當中 幾十年 去一直累積的一個 一個成科 就是一個 很嚴格 就是一個 很嚴格 很嚴格 然後很多人不願意去碰 是因為我們現在 這個選舉制度裡面 我簡單講 我們陸港 上一屆的立委 上一屆的立委 是我們以前的陸港政長 他出來選 其實 唯一的最重要的政見 政見是什麼 就是 違章工廠 非法工廠 就避合法 他就當選 他就當選 就是說 這個東西 沒有人敢去碰 就是地方 地方 就是地方政府 然後民代表 沒有人想去碰 然後甚至在這過程當中 就是說 還試圖 那 究竟農地污染了 要不然我們這塊地產處理 剛才這位朋友講的啊 農地污染之後 你要處理的一個成本 他做什麼使用 其實這關乎到就是 欸 那這樣子的一個 農地污染了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處理 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作為 你拆了之後 你會幹嘛 那 很多就變成說 地方 然後跟 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 就配合 欸 那有沒有可能 就是我讓它合法化 然後你開始開了這個先例 這個惡例之後 那就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什麼樣的惡性循環 大家就趕快去蓋工廠 把它污染 污染後我就變成建的地 以後又有機會變成建的地 很多現在的受污染的農地 它的要求 欸 那我們這邊 就你把它規劃 就變成變根 就不要再是農業用地了 這個會變成進入一種惡性循環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議題一直 我剛才一直在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必須更宏觀的 去看待我們的農地 怎麼使用 那個農業政策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農地 農地要的一個想像是什麼 我們對於產 我們那個產業的一個 我們地方 地方的一個產業的一個想像是什麼 要有規劃 有一個整體的一個 一個那種規劃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為什麼 田料團他們會去關注所謂的區域計畫 區域計畫其實就是你一個地方 政府 你對於你整個地區發展的一個想像 那個規劃的這個部分 對 所以這個部分 你在於農地 違章的一個使用 我們了解了它的一個 結構性的一個問題 一個狀況 對 那我們 要做什麼 其實我們 我們 一般的 一般的 市井小民 我們一般的公民 要做的其實就要提出 剛剛剛才這位小姐提到的 其實 我們就是不要這些 違章工廠不斷的 像棧牛一樣亂冒 影響我們的環境 然後把這種 他們一個生產的一個 投機或生產的一個成本 外部化 所以就丟在農地 然後就是我們 整個環境成本 生產成本 外部化之後 變成是我們共同要去承擔 一塊農地被污染之後 要整隻要花多少錢 要花多少錢 你知道嗎 這都是無形當中的成本 他降低了 他一個生產成本 可是無形當中 整個這個 這個成本 都是我們台灣社會 要去承擔 要去面對的 你現在搞錯了 搞亂了 你這一代的不用負責 比如下一代的人 對 還必須面對這樣的 一個環境的 一個課題 所以這是我們必須 共同去面對的 然後這個東西 變成是我們必須表達的 對於這樣的現象 對於這樣的現象 我們必須表達出我們的態度 我們必須對於我們地方政府 的表達態度 我們不希望這樣子 繼續下去 你們必須要有所做的 這是我們必須要表達出的 對的態度 好 不好意思 我剛才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部分 然後 稍微還有一點點時間 對 還有沒有人要繼續提問 OK 剛剛我想問一下 就是剛剛阿邦有提到說 就是有可能有 會有那種資本很高的 那種違法方法 那這種可能要嚴格取締 或者就是我們 不能讓他這麼投機的 就是把成本外付貨 或者說也有可能有一些是 就是他資本很不高的工程 就我之前我也會有聽說什麼 好有可能他會要處理一個污水的 就是符合污染的法規之類的 他就要花一百萬 然後 其實我就有點疑惑 所以他沒有花這一百萬嘛 之類的 所以我想問的是說 究竟就是我們今天所聽到這些工廠 大部分是這些小資本人 對嗎 還是說 其實 很少部分是小資本人 大部分其實都 都有任何人去負擔 只是 他們不願意負擔呢 就是我想要聽到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好假設我今天我是台中的 台中的就是市民 然後就是我今天聽完 成績就我進去 然後我到底在 正常在生活中 可以說什麼 對 就是看個問題 請動發案就對了 來請說 好 好 剛剛設立的提問 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前不久 參加的那個 二零精密科技園區的一個說謊 這件事情 然後在那個會後之後 我有剛好跟幾個媒體的朋友在一起 然後就問了那個科長 就是彰化現代理的一個科長這樣子 然後他講到 他講到就是說 為什麼要 就是中科四期 那麼大的一塊面積 然後因為中科四期必須要轉型 那時候 因為有達不進入 所以必須要轉型 所以他現在也畫了很大的一塊 就是做精密科技 精密機械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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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為什麼還要再設 還要再畫一塊那個精密機械園區 這樣的一塊 然後那個科長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彰化的偉大工廠很多 需要工業區 然後我們問他說 可是很多的工業區的開發性進入率比高 然後他提出的 他提出的回答是說 這些工業區其實土地都已經買出去了 都已經售出了 是在某些人的手裡 所以有些工廠他們要進去 沒有辦法進去 然後他說 那我們就有提問了 就問說 那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然後那個科長他是說 因為現在在演你就是說 那個工業區的那個土地的持有 如果說沒有設廠 一段時間沒有設廠的話 就是要原價買一個這樣的書櫃 但是他說這個方法還不進去 就是沒有辦法去一致 就是現在所謂的那個 機密機械這樣的產業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問他說 真的有那麼大的一個 機密機械產業的一個需求嗎 他說很大很大很大 他一直喬叫就是說 那個需求是很大的 然後他說 雲林啊 嘉義啊 台南啊 他們都在做那個機密機械園區 都在搶這一塊的市場 所以沾跨線一樣 那我聽了他這樣一輪的那個說法之後 其實我心裡頭的一個感受是 他在一個圍圈裡面 在一個繞圈圈的一個狀況裡面 然後這是我剛聽到那個 證券的問題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的想法其實是 他其實地方政府在畫這些工業區的時候 其實他重點真的不是在工業區 而是在於工業區 工業區也許就是所謂的蛋黃 然後他其實他看了其實是旁邊的那些 所謂蛋白區就是 因為你的工業區之後 你這個地方化成工業區之後 其實他之後外圍工業區的外圍 就會成為一個都市計畫區 那都市計畫區就會有區段徵收 跟都市計畫的這些的 那個地平的地平的炒作的空間 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是跟大家的回應 好 謝謝 你先回應一下那個剛才是 我再問喔 蠻難的要答 就是近年來的賭卷資格都比較大 那我說的難處理的就是 他們的資格真的都比較小 在太亞城地區 新蓋的啦 可是現在新蓋的都 椅子面積都很大 所以 他們的資格真的都蠻大的 對就是因為我朋友 我領區他們有時候會去幫忙 支援那邊的區域 所以有稍微聊到這樣子 那就是 這麼多的工廠裡面 有一些真的都是小工廠 是真的蠻小的 然後他們的問題都變成是在公益區 剛才說 進到公益區裡面 一方面當然是資本問題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 其實要買公益區的土地的話 一次使用其實都要 使用非常大的一個block 它 但是小工廠其實是沒有辦法 使用的這個樣子block 那個你要 在那麼一大塊土地裡面使用 十分之一嘛 那 這是不可能的 就算它可以靠它的正常關係 搞到這塊小小的土地 這真的都是一個 這是在整個台灣的公益政策裡面 它需要做出一個修正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怎麼樣的參與民調團 那 是很簡單的 請諾彭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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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可是我還想說可以來 公關圖一下 那其實基本上來說就是 我自己認為是說 當在地有一些 早期的自救會這些團體的時候 他們其實各個自救會的屬性 都開義非常大的 各個地方的構成的團體差一大 但是我們會慢慢的 把這些早期的這樣子 民眾構成的一個團體 然後慢慢的建立一些聯繫 因為以我們的能力來說 真的說實在話 就是只能夠聯繫 然後去 常常去那邊拜訪 以我們的能力來說 就是我們的能力真的不足 因為就是大家都是 其實現在學生也沒有那麼多 就是我們大家都是 要嘛就是在寫 寫不完了 或者是像我們這樣子的 就是那種工作者 那所以真的是 行動方案來說的話 我會提出一個規劃 就是比較情況是 這些自救會的合作 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因為早期在農政的 那階段是有合作的 那但是未來比較長期上來說的話 就是需要有多一點的人 是可以能夠稍微離開 舒適的自己的舒適圈 然後能夠去做這樣子的一個互動 我認為是比較有可能 如果大家在想像事情是 是一個更大的事情的話 的確就要去做這樣的嘗試 就像如果你想要未來 想要做 統一或是想要做 現在根本就不可能創業 除了衛星創業 那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是要去做 什麼時候的實踐 跟你的行動 然後 呃 台中的話 跟俗輝講的狀況就不太一樣 因為台中的住宅 空屋率其實已經太高了 所以大概基本上來講是 工業區的設置基本上 目前竟然是走在清水 目前那邊的一個狀況在發生 這樣其他的工業區 為什麼 就是明明台中的圍彈況那麼多 為什麼那種工業區的聲音都那麼小 就是因為 他政府在這個部分的利益 可以圖得去空間太小了 所以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除了被動的消極的對待之外 我認為還蠻困難的 就是除非真的是有辦法在多吐 目前的台中市政府 但是還是有困難 可是台中市政府 唯一的一個優勢 就是當初在重劃之後 台中市政府的財源狀況 算是在全台灣的地方政府裡面 算是相對條件好的 這我們算有點矛盾了 就是說 市重劃是讓他的財源變好 因為他們當初是把很多的工業地賣掉 就是一開始重劃完之後 我們就把工業地賣掉 當初自強就是靠這樣子 讓自己負債不要那麼多 所以這件事情 它是有一點點的 透過這樣子的財源 結構來做一些調整 但是要看 要看目前的政府的 規劃措施 然後跟大家的狀況 對 我覺得我某種成長 就是扮演著一個 把區域計畫的民間版能夠寫好 把這個台中市 扮演民間版能夠寫好 謝謝大家 對 對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今天來 就是一定是對不對 一直有興趣 所以 有沒有人就是 有 就是有沒有人就是對 去 跟我們一起討論 然後討論這件事情 有 有興趣的 可以舉手嗎 我們 我們時間快到了 已經快十點了 然後 簡單的再講一下 就做一個最後的結尾 就是說 第一點 第一點 圍章工廠這個部分 就是說 小潘剛才有提到 就是自救會的串理這個部分 這我剛剛有 比較不太一樣的一個看法 就是說 自救會的成員 基本上是因為 土地的一個 之前面臨到 就是那種徵收 並根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會比較注重 講 他們 Focus在整個 之後這個土地 會變成成實用方式 那我也覺得 圍章工廠會有一個 更 更全面的 然後更需要做的 就是這個議題是我們台中 台中現在沒有任何一個 NGO NPO在 特別在關注做這個議題 其實你這個 這個議題其實就是說 如果要全面的 就開始來做的話 其實是應該要 公平社會 要有一個組織 有一群人 開始真的 真的就是來推這個議題 來做這個議題 田調團 他們做的只是一個 初階的一個田野調查 這樣的 對於整個 整個這個問題 這個現象的一個 爬梳 然後整理 然後跟客人 就是說 特性的一個解決方案 這個方向 所以並沒有辦法 就是說 這個事情我們提供 真的馬上就可以解決 只是提供一些 一些他們整理到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基礎 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個議題 要得到解決 其實更需要 我們台中在地的 更多的公民 社會的這些 派對我們一起來 投入來參與 而且最重要我覺得 真的 重視他就是要有一個組織 真的 投入來做這個議題 真的是 必須要這個 對 然後 絕對不能就是說 你只是簡單的 什麼就是 就地合法 或什麼之類的 那絕對就是 然後 工廠 就是工業區的使用 相關這個法規 跟那種門檻 一定要做調整 一定要做調整 絕對不能是現實的 好 感謝各位今天的來臨 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謝謝各位 我們再一次找出 謝謝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我們今天談的 這應該是台中 非常在地的問題 因為它可能不只是 也許不只是台中 對 還有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問題 不過我們今天談的是 台中它面臨的這個 農地的問題 那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要談 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這就是 台中植物有趣的地方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來談對岸 這個對岸 指的是那個 香港 它也算是對岸 對不對 那就看過去了 誰說對岸 一定要是那 中國大陸 就是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要來談香港 那是誰會來談呢 是一個在香港辦過雜誌的人 他的名字叫做張鐵志 如果說大家有聽過張鐵志這個名字的話 為什麼會有人知道這樣 所以說 如果你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張鐵志這個人 然後他有出過幾本書 那你可能下個禮拜要來的話 可能要早一點 可能人會比較多一點 好 那我們下個禮拜 會請張鐵志來談說 他在香港 如何 利用一個辦雜誌的經驗 然後去 介入也好 或者是說 會去關注現在 我們 從去 應該也知道說 香港 這一兩年 或者說去年 他整個抗政的行動 是去年而做 對 他整個抗政的行動 表示說 香港也在 存在在一個巨變當中 那他是用什麼樣的台灣人的角度 或是說 什麼樣的方式去看待香港的轉變 那我們下禮拜就要來談這些事情 好 謝謝今天大家來 那我們下禮拜的哲學星期五見 拜拜 好 如果你有想要把這個 非製的這本書 250塊錢 投到我們的意註在裡面 你就可以把書帶走 好 謝謝大家